第一次登珠峰就把我脚冻掉了 41年前 珠峰直电 究竟是什么让他痛失双脚 如果当时我要想到 我今后要在轮椅上渡过的话 我会犹豫的可能 41年来 执着于梦 他终于再次出发 我有脚你没让我登上去 我无脚我也要再登珠峰 没走一步我就直接踢 万丈深渊 你滑下去就敲碗了 有很多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死亡的 重顶归来 他将如何执念内心 整个这个过程都经历了什么 他一百米为什么要下撤 一百米啊 咬咬牙 你怎么都挺过去 你并没有成功地登顶 我并不是一个失败者 本期演讲者夏柏瑜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欢迎大家收看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 莎维宁 欢迎各位 在去年有一档节目 叫挑战不可能 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 他的挑战项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攀岩 当他坐下来 非常镇定地卷起裤腿 开始换上他的装备的时候 现场所有的人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没有双腿 1975年攀登竹马拉马峰 离顶峰只差200米 有一个队员 丢失了他的睡袋 我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 就这样呢 我自己被冻伤 结果呢 做了双脚的截肢 在节目当中他告诉我 他这辈子最大的梦 就是要站在8848 这样一个高度上 40年前 竹风躲起了个双脚 我不想让我的一生 再留有遗憾 明年我将再次去登竹风 这是我一个奋斗的目标 我永不放弃 我永不放弃 我本来以为 这只不过是在节目里 的一番豪言壮语而已 毕竟年龄在这儿 毕竟 他连正常的行走 都要靠一支 但是没想到 今年 就在前不久 我那天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震动 他真的去了 他真的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从珠峰传回的画面 我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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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掌声有请 前国家登山队队员 夏国瑜先生 有请 我讨计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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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您站在这里真的是 说真话 比我看到您站在珠峰顶上 还要高兴 还要高兴 欢迎您所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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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大家请坐 没想到这个承诺 您真的兑现了 今年的不声不响的 您就出发了 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消息的时候 您已经 您已经准备冲顶了 那天 13号冲顶 因为在山上没有信号 我在三天 我下来 看见您给我写的信 哎呀 我简直激动极了 那天我看到 这个消息之后 我立刻给我的同事们 打电话 我说你们知道这个事吗 他们说知道 他们说我们只能祝福 让他平安地回来 等候您带着 最高的荣耀和骄傲 平安返回 您做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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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过程 都经历了什么 我主要是 因为那个甲质吧 它像你们的话 就是整个脚面 可以踩在那个冰面上 是有感觉的 我是能有反馈信息的 对 我不行 因为我这个脚腕 它动不了 它是死的 它走的时候呢 只能个脚尖 就是脚尖在上面踩着 实际上不是用脚掌爬上去 对 是用脚尖磕进去 对 因为脚尖 脚腕动不了 没走一步 我就使劲踢 用前面两个冰找 就插在那个冰里头 也插得结实还好 插不结实 一下就滑下来 一下就踩踏踏踏踏踏了 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还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有地方去血特别深 它一下到了小腿 或者到了大腿这 我跟我这个腿抬不起来 我只能抬到这 所以 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 要我就跪一下 先跪一下 把这个血给它跪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 直接往上踢 把那个血给它踢掉 我就最怕走这个 就走这些地方 从南婆登之风 最危险的就是恐怖冰川 它是从大本营用 5364到5920 有很多人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死亡的 就像这样的话 它就两个人 你看前面一个人 后面一个人 拼命拉着那个绳子 就把我夹着中间 就等于给您 做一个人工护栏 对 这还是我第一次做这个 就像这种冰裂缝嘛 你说它宽吧 它又不宽 它窄吧 它又不窄 就是架梯子 它又不架 它就要从上面跨过去 一步跨过去 像你们健全人的话 你们可以用脚腕 用小腿的肌肉一弹 跳起来就过去了 可是我不行 我只能这么跨 我跳不起来 再就是爬那个冰壁 冰壁的时候也是 它因为它是直上直下的 叫搭天地往上走 梯子往上走 这是还是好的 这是 好几把梯子绑在一块 最高的是五个 有五个梯子绑在一块 就是爬 通过了这个恐怖冰川以后 上去就是六千四 二号营地 二号营地 从三号到四号 四号到顶峰的话 都是大雪坡 它那个路啊 就是 就不到二十公分宽 都是人踩出来的 就你走的时候 你这一步 必须踩在这个 二十公分之内 千万不能踩在外面 你踩在外面 外面是松个雪 下去就万丈深渊 你就 就完了 但是呢 你要邓珠峰 什么路线都可以碰到 我不知道刚才 夏先生讲的 这一系列的过程 在座的各位 你们闭上眼睛 能想象得了吗 想象不了 我们在场上 还有一位 特别的观众 这位观众 就是当时 您的跟拍的 摄像 在哪里 我上一次跟 夏老师的见面 我们是在珠峰 刚刚开篇那段视频 也是当时 我在珠峰拍的 所以今天看完 特别激动 5月9号那天 晚上凌晨 出发的时候 他要把帐篷的门 关上那一刻 我那个眼督下来了 他拉那个拉链的时候 他很小心翼翼地 把那个拉链拉上 这是我的家 我要出一趟远门 但是我出这趟门 是不是平常的出门 那天晚上 夏老师完全没有 他的心情 可能是吃不下去东西 因为毕竟 四十多年来 自己一定要把这个 自己的梦 要完成这个梦 在零下三十多度 那样的天气的时候 夏老师坐在 那个他向导的 那个吃饭的帐篷的外边 一直在外边坐了四十多分钟 我们在这陪着夏老师 当时我那个眼督一直在流 我们俩之间是 当时一句话也没有沟通 你把这一辈子的眼泪 在珠峰都流完了 对 但是这是开玩笑的 作为我的同行 真的向你表示我们的敬意 谢谢 那么接下来 这个时间 我将把这个讲台留给您 剩下的这不到一百米 在您生命中 究竟意味着什么 掌声有请 夏沃鱼先生开讲 在座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见到你们 我也很高兴 我也觉得 我好像自己年轻了 是的 我以前就没登过山 我第一次登山 就登了珠峰 第一次登珠峰 就把我脚冻掉了 我有脚 你没让我登上去 我无脚 我也要再登珠峰 就是想实现我的这个梦想 想争这口气 也没有好多媒体说的 这么优秀 这么英雄 其实我也很简单 就是想登山 我喜欢它 为了它 我永不放弃 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我都要克服 去完成我的愿望 就是这样 尽管路很陡很危险 但是我还是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上 从来不想别的 为什么 才一百米 为什么要下撤 一直走到 八前期 就是珠峰 珠峰有个南峰 珠峰的主峰 就是在南峰的边上 它是一般 都是快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变天 就一到下午的时候 就是暴风雪 就经常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 天亮左右 一定要登上庭 要不然那会就很危险 当时我们快到南峰的时候 这天就亮了 就是开始刮风了 但是风还不大 等我们到了南峰的时候 我就看见那个珠峰的时候 已经看不见了 那时候风已经很大了 它把那个雪都吹起来 它打在脸上 就跟那个针扎似的 它的雪粒打在脸上 又特别的疼 一米之外 你什么都看不见 那个风刮在你 根本就站不直 我本来就跟这两个脚就 就没有根 就站着不稳 风一吹 我就老中晃晃晃晃晃晃 所以我就 就趴在那蹲在那 就不敢动 因为它那个路啊 就刚才说了 就是二十公分 这二十公分吧 你还必须踩在这个二十公分的里头 你要踩到外面一点 你掉下来了 这么就是万丈深渊 你滑下去以后就去瞧完了 就是说你唯一的生命的保障 就是说你手里的这根绳 它有一个路绳 但是你不能不动 你要站在那不动 你就会被冻死 当时我那个下巴就 它一指旁边 我一看 我的斜对面 就有一片乌云 这时候看乌云 就好像就在我的那边 只要它过来 我一把就可以把一把 就可以把它抓住似的 就这样的 当时我去心里想着 我这个乌云真是可恨 这是这么刮风云那个的 我后面都抓住它 也把它撕碎了 那时候我就想着 看它就过来 这时候风越来越大 我那下巴就是说很危险的 Dangerous 我就知道 Dangerous 所以就这样 就是说就很容易死亡 就是说一打就死亡了 就是说很容易危险出危险 其实我心里也很明白 人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就顶峰就离你不远了 上去就是 这时候就是很多的人 就会失去理智 就为了这点胜利 冲锋头脑 会不顾一切 不顾后果地冲上去 不管我是不是能下来 灯珠峰 80%的死亡的人 都是在这个高度 因为这个高度 就是它又寒冷 又风又大 又危险 而且体力 主要是你体力 又快耗尽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这么大岁数 也没有脚 而且我为了它 拼搏了40年 我说不定会 不顾一切 去冲 冲到这个顶峰 后来后来 我想了想 我回头一看 我那五个下尔巴 都看着我 都用眼睛盯着我 他们都是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而且呢 他们是我过来的 保护我的 在我们六个人中间 我是最弱的一个 他们都比我强 受伤的 最可能的就是 就是我了 我要是受了伤 或者出了什么危险 我的这五个下巴 我想他们会 不顾一切来救我 在这个高度 要想把一个人 救下山去 那是很困难的 基本上是可以说 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我也想 万一他们为了救我 要是把连累了他们 我想我这一生 会很不安的 我看了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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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其实我心里 也做出了很多的斗争 也反复地想过 那后来我还是决定放弃 就是下车 就这样 我止步于 八千七百五十米 就差这一百米 尽管留下了 这个终身的遗憾 但是我觉得 为了安全 为了生命 我想也是应该值得 有时候 做出放弃的决定的时候 比那个登山还要困难 尽管有遗憾吧 但是我也不后悔 我觉得当时应该是正确的 后来我那个 我的那个就是祥导 后来给我发短信 就是昨天 在我登到那个高度 有一对美国人 美国人 也是遇到同样的暴风雪 被迫下车 而且有五个人 遇难 所以 我觉得 该下车的时候 还是应该下车 本来我还想着 我是不是撤到七千九 我住一晚上 有帐篷什么 都住一晚上 第二天天气好了 我再继续上 可是不行 因为我到七千九的时候 七千九的人 已经全部下车了 后来我才知道 天驱一报就是说 13号 14号 甚至15号的 都有大风 所以那些人都撤了 后来我们就必须连夜下车 我从七千九 就是 一直下车 我那天走了 24个小时 哎呀 走到我 到最后 它主要是有个什么呢 到最后吧 它有一段 那个岩石路 如果冰雪还好说 可是岩石不行 岩石 我那个冰找踩在上面呢 就两个钉子 或者一个钉子 踩在上面 它就是 它转 这么摇晃 它一晃啊 这个甲石摩托 腿特别的疼 你想24小时了都 又没有吃 又没有喝 到了晚上11点钟了 我都看见 我的那个 就六千四百米 那个营地的帐篷了 可是就怎么走 也走不到那 好像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这个脚底下去 一点根都没有了 就老在晃 老踩在哪 它都在晃动啊 摇啊 哎呀 我这个腿都要拾了 就这样 走了24个小时 把我一下子 那一天 把我又累垮了 这是我穿上甲制以后 就是说 经历了最难受的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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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有人问我 就是说 你看你这么大年纪 又没有腿 你就是 花钱买最瘦 你何必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自己活得 还比较充实 比较潇洒 能活到今天 大家看见我还 还可以 还不像一个糟老头 我想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有这个理想 一个人还是要有一个 理想 为了这个理想呢 去奋斗去拼搏 不管它以后能不能成功 但是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如果 我没有这个理想 这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 其实我以前是 根本就不喜欢登山 我以前是搞足球的 我喜欢踢足球 那时候我就说 我身体的任何部分 都可以受伤 但是如果脚不能受伤 我的生活离不开足球 怎么到了登山队 是阴差阳错的 当时的时候 我要登山队 就是招那个登山运动员 可以免费检查身体 我一想 免费检查身体 倒可以试一试 赶快报名吧 接着 就没想到一选拔 就把我选拔上了 真的把我选拔上 要去登珠峰的时候 我还在想 登完珠峰回来 我不干登山 我说还是踢足球去 结果没想到 这回登山 七五年的登山 我把我的睡袋 让给了我的一个 丢失了睡袋的战友 结果我自己 动伤了双脚 当然我才二十几岁 那时候 对这个甲质 也没有什么印象 就觉得 这一辈子 就要在轮椅上度过 就是觉得非常悲惨 就是对金骨的生活 都失去了信心 非常痛苦 一直到我 就是过了快一年了吧 就是有一个 外国甲质专家 他看了我的情况 他说 他说你安上甲质以后 不但可以像那个健全人一样的生活 你还可以再登山 我一听 哎呦 我知道我 不用坐轮椅 我还可以 像正常一样的生活 哎呀 那时候真的 我一下子就看 好像看到了光明似的 因为没有脚了嘛 他肯定踢了足球 我就决定再登珠峰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再登珠峰就成了我一个梦想 成了我一个奋斗目标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一直支持着我 不管是以后这个腿 经常磨破呀 经常磨肿啊 后来又因为伤口都不一合 又得了癌呀 就这样我都从来没有放弃 我是96年发现得的淋巴癌 在我还在放化疗的时候 我就开始锻炼 那时候还在住院嘛 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 都是癌症病人 一个病人旁边守着好多家属 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我一看 这太影响我的情绪了 所以我就回家 所以我就骑车回家 尽管那时候 做这些治疗的时候 浑身无力 所有的指标都很低 但是我还是勉强吃点饭 然后呢 做一些简单的锻炼 然后第二天再骑车 到医院去做治疗 我就从来不想他 就有些很多病人 都是被吓死的 我觉得就是 后来我就不想他 就这样 你看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我这个癌症 它也没有复发 这说明这个 我的锻炼还是 是有效果的 谢谢 谢谢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你想到 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我以后想干什么 去努力去奋斗 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就是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这么大年纪 没有腿 你还冒什么险 你还不享受 享受晚年生活 但是我就 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按照我的思路去干 主要在于坚持 只要在你坚持下去 我想一定会收到 更好的成果 谢谢大家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 大家请坐 非常质朴的 但是非常坦诚的演讲 你能看得出来 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 年近七十的老人吗 六十七 您怎么保持着 您的这种身体状态 我每天早上 五点钟起床 就首先力量的训练 我就背上十公斤的沙袋 练下蹲 一百五十次一组练十组 一千五百次 对 下蹲 完了就是引体向上 十组一组十个 然后还有仰卧起座 俯卧撑 就是身体大群群的 这些力量的训练 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 我感觉您一天的运动量 是在座很多年轻人 二十多年的总和 别的不说 今天夏先生带来了 他平时训练用的沙袋 我天你居然拎得动 你也算是女中豪杰了 这是您自己做的吧 对对我自己做的 把它挂在脖子上 对 前胸后背 我来试试 我这个味道很大 因为他那个老是出汗出的 没关系 本来还有一米皮 这个 然后下蹲 下蹲 起了 我起不来了 起 哎呦天 这个150次一组 做十组 我能听到自己的膝盖 咔啦咔啦响 谁想试一下吗 来 你来 你试一下 好 松手 找平衡 好 下蹲 起 接下来你就是小彩旗 在我们演讲的整个过程中 好 开玩笑的 感觉怎么样 就是那个会 那个会搁着脚 而且那个背特别的紧绷着 然后很重 我觉得这个重量你是 你现在还能能接受 现在还能接受 行 那你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意思让你回去坐着 那就接着坐吧 谢谢你 继续锻炼啊 来 女汉子 好 好 奔跑 奔跑 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把锻炼当成一种时尚 一个自拍 大喊淋漓在那个健身房里 您觉得这是个好事吗 锻炼身体肯定是个好事情 但是你记住一条 就是说一定要循序渐进 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坚持 因为你今天做的这项运动 它最多能保持两天 就是说你必须一周 必须到三次到四次 才能维持这个锻炼的效果 对 对 对 有的人就是练了以后 就浑身疼 哎呀 不练了 不练了 三天打鱼两天赛吧 过了 不疼了 我再去练 那就你还得疼 你就这样它疼的时候 你就坚持练 最多一个多礼拜 它就不疼了 这样你就记住 就在慢慢慢慢地上涛 接下来我问一下 观众给您的这个 小纸条的问题 夏老师 您觉得小萨可以去登珠峰吗 小萨 你能做到吗 这是哪个观众 这么不善良的 这么不厚道 你自己想去 你就大大方方地问 你干嘛弄到我身上呢 你现在登山 登过的最高的山是什么 五百米不到吧 这山不好找啊 是你们学校的那个假山吗 您客观地 认真的分析 您觉得我从来没有登山 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登上珠穆拉玛风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登珠峰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认识 不是说我想登就登的 因为登珠峰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 对 你必须要经过五千六千七千八千的公尺的这个山 一个一个登 一步一步来 你看看你到底最后怎么样 这才能登 不是说我也想登 你看你这么大年纪 没有腿都可以登 我 我对不起 不是这么回事 真是不成 就中间你得有科学的严密的一套系统的训练 是 但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说 你问我 小萨你能做到吗 我想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能 我真的 我非常客观 坦诚 40岁了 不家带口的 说话说得好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但是我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做梦的机会 但是你不一样 24岁 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的 夏先生您好 请问当时 他指的是1975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促使着您 把睡袋借给了队友 如果时光回转 您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或者说一个像您当年一样的 年轻的小伙子 他们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和当年的您一模一样 您会怎么对他说 75年 那次 主要是没有 当时看见那种情况以后 不可能让你有很多时间去想象 如果当时我要想 想到我把睡袋给了他 我的脚冻掉了 而且我踢不了足球 我今后 叫做轮椅上度过的话 我会犹豫的 可能 当时那时候 我觉得我不会动伤的 那时候 我就觉得很自信 因为我那时候外号叫火神爷 在登山队里头 所以我想我不会动伤的 所以没有多想 就给了他了 如果现在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我可以给他了 因为我也不怕我的脚冻掉了 三天冻不掉了 如果放在今天 可能你们会想出一个更周全的办法 保护大家的安全 是啊 夏老师好 小夏哥好 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这里面讲的是 中国的留学生的家长 是怎么样去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的 他不仅得学习成绩好 还得有一些非凡的经历 比如说他要登过珠峰 或者是创造过吉尼斯记录 那这样的话机会会大一些 对对 然后就有中介去帮助家长 说你给我一百万 我就能帮助孩子登到什么样的高度 然后伸到什么样的学校 真的有家长愿意花这份钱 包括现在有一些企业家 他们也会靠自己有钱 去完成这个登顶珠峰的梦想 您看到那些为了登顶珠峰 这个标签而去登山的人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没有想过 我只想到我自己去登山 我喜欢他 我就想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要为我的这个理想 去奋斗一天 去拼搏一天 所以别人登山是什么目的 怎么想的 我想不了这么远 谢谢您这档朴实 我看到您在人生选择中 您肯定选择不要留下遗憾 要去追求梦想 但其实我是一个放弃了梦想 选择留下遗憾的人 我得到了国外排名靠前的学校的offer 但是在收到offer的两个月后 爸爸查出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然后所以我就选择默默地去拒绝了那个学校的邀请 在第二次选择呢 是我在做乐队的时候 大家要选择是去工作 还是专职来做乐队 但其他的队友选择放弃工作 去全国巡演 我选择了退出乐队 我觉得可能在父母要面临退休的时候 我不能让他们在年老了 还要为我未来生存的问题担心 所以我选择放弃梦想 您在处理遗憾和内疚之间 您心里是怎么样去博弈的 我从而不想别人是怎么看的 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就去干 我认为不正确的我就去放弃 那您在登山的这个过程中 您会觉得自己有愧于家人吗 不管我儿子还是我的老伴 都比较能够理解 他们知道我这一生很多困难 但是呢我一直都在努力 他们不愿意看到我这一声音 留有遗憾 他们也不愿意我放弃我唯一的一个爱好 每次我出发之前呢 我都也会想到我的家庭 我想到我现在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 属于我们家庭 我要想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在出发之前总是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 比如说下个月该交水电了 这个月该交什么了 我买了什么保险了 什么搁的什么地方了 我都跟他们交代得清清楚楚 就是怕万一就是这样 您也说了您的家人是非常支持您的 那我想知道就是当您因为意外失去双腿的时候 您的父母对您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他们有没有帮您规划一些 可能当时您没有想到的东西 因为那年您肯定还年轻 我冻伤的时候 我在突击顶峰 我知道我是5月1号开始突击顶峰的 我父亲是5月4号去世的 所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也后来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我受伤以后呢 我们家人都非常悲痛 我母亲当时她说她就愿意用她的脚 移植到我的腿上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她到北京那儿看了我 她看了我以后呢 她就走了 她说她不愿意看见我这样 今后的生活的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那个 所以她就走了 走了以后 我弟弟我姐姐就给我来信 就是说 就妈妈回去以后天天都在哭啊 之前不了解您父亲的情况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也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实际上等于就在您登顶的那几天当中 父亲走了 对 而就在那几天当中 您在山上又遇到了意外 对 是 当时是双重打击 那时候确实我已经到了最低谷了 又没有我脚 又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 又父亲去世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能伺候他 他走了以后又没能为他送中 所以我很自责 那时候确实很悲伤 那时候 我觉得这换到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大家就闭上眼睛想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很难想象 我觉得天灾人祸总是难以预料的 我希望在座所有人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能像夏老师一样 纯粹勇敢而坚强 谢谢 夏老师您好 刚刚听您的演讲 其实很多人会提到三个词 是荣耀 坚持 还有梦想 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却找到另外三个词 就是失败 放弃和平反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第一次盘登珠峰差了两百米 这一次差了九十四米 你并没有成功地登顶 对于自己的评价 如果说是一个失败者 你能接受吗 我不接受 失败就是说你没有能力达到你这个目的 自己特别高估了自己 而且我没登上去的话 主要的原因是天气的问题 我想只要天气好 再给我一个半小时我就可以上去 我为了这个目标的话 我奋斗了四十年 我也通过这次登珠峰 检测了一下我 就是说我四十年 在他努力 这个锻炼的成果 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失败者 从两千年开始 就是好像后面登珠峰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每天甚至有五十个人 最多的有两百多个人 一天当中登顶了 你会羡慕这些曾经登顶过的人吗 我很羡慕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老天爷的保佑 给他们一个好天气 我就是运气太差了一点 老天爷的那个 如果说我要像他们那个天气的话 我想我也没问题登上去的 在向老师这里 我觉得失败与否的标准是做和不做 有的时候年轻人太过于看重 做成了和没做成 我觉得这是后话 首先第一 敢做和不敢做 这就从歌上决定了 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 谢谢 谢谢 因为可能是您自己是一个比较纯粹而低调的人 我感觉您还有些东西可能没说 比如说就以75年那次意外为例 因为我记得您当时上去是背了个梯子是吗 对 梯子那是我们的任务 那是必须地完成的 6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登顶吗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个第二台阶 所以在那花了十几个小时 大人梯在上去的 所以我们这回知道就背了几节梯子 搭在那就可以很好地上去 当时您和您队友一起背上去的这节梯子 它现在被称为中国天梯 在2008年圣火传递在西藏珠峰传递的时候 就是搭着您当年抬上去的那些梯子登上去的 所以您的收获您的足迹一直都在那里 我想这个我们全部应该为您走着 最后一位我要给您隆重介绍一下 这个年轻人叫夏凡 他夏凡很久了 是北京大学山音社的社长 北大山音社挺有名的 就在学生登山社团当中 或者说在中国的民间登山社团当中 北大山音社是很有名 你是第几任社长 纠正一下小萨师兄 我不是社长 我是今年的攀登队长 今年我们也会去准备爬一座 夏老师也曾经爬过的山峰穆斯塔格 但我必须说你长得很像社长 我跟山音社很有缘分 我大二的时候演过一部电视剧 叫《阳光录》 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 山音社的传统你们都扔光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 我是男主角 张全霖是女主角 然后我们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大四毕业的学生 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 到西藏帮助牧民改善这个生产条件等等 这么一个故事 而男主角的身份就是山音社的社长 从那个时候的社长就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真的 一直到现在 你见过吗前几任社长 我都 现在他们很多都是我们今年登山队的 是不是真的就跟你一样 你说实话 瘦瘦黑黑 然后戴个黑眼镜 所以你是攀登队队长 是 主要负责什么 主要负责前期大家的体能训练 技术训练 以及山上攀登计划的制定 就是 简单的一个计划就是把大家安全高效地带上山 然后再带下来 但是北大山音社 在过去将近三十年间 也曾经发生过危险和意外 是的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 山音社历史上实际上也是有过重大山难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禁酒 提供的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当年的亲历者 无论是那些留在雪山上的兄弟 还是当年他们亲密的队友 人生轨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也是由于我们社团早些年间的 莽撞冒失 没有科学地进行攀登 这样一种理念造成 现在我们攀登的理念就是登山训练 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安全地 在安全的环境下感受到雪山的梦想 而不是以冲顶为目标 在2018年的时候 北大也会计划去攀登珠峰 今年的穆斯塔格实际上也是在为这个做准备 刚才您分享中我非常动容的一幕是 当您看到山上环境很恶劣 然后回头一望 发现是五位夏尔巴年轻小伙子 亮晶晶的眼睛在望着您 我想可能今年我当攀登队长 很有可能也会面临那种情境 您会给我一种什么样的建议 你要想到的就是不是你自己 你是队长 我想你肯定是最棒的 但是你要想到其他的人 就是说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 因为登山的这个团队精神很重要 就是一人有难 大家来帮助 就是在登山过程中 就是特别能体现出来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队长 你应该考虑得更多更仔细 好的一定记住夏先生的告诫 一定会把队长的责任排在肩上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禁酒提供的 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你会带几个人上去 现在有计划吗 现在我们正式队员是有20名 会都一起出发 一起出发 然后应该会分批次重顶 我不太懂攀登队长 是不是所有到了山上以后 你是唯一的发出命令的人 你如果说往上登 大家就会跟着你 你如果说下车 大家就会跟着你 是这样一个角色 是这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全部的准备 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你刚才那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放心 就现在的科学的登山理念 是平平安安地回来 才是真正的成功 在节目的最后 有一位观众 他没有写问题 但是我想用他的话 来作为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语 四十年的梦想 却为了平水相逢的同伴 而留下遗憾 这遗憾比完美更值得被崇敬 更值得被赞美 我有角你没让我登上去 我五角我也要再登珠峰 做出放弃的决定的时候 比一个登山还要困难 一个人还是要有一个理想 不管他以后能不能成功 但是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想登山 为了他我永不放弃